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大家说马云变得不听话 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 再加上马云挟着自己有钱的资本 不断的一直去侵吞一些小老百姓的生活领域 包括我们看到他做什么团购蔬菜 包括他去之前投资蛋壳公寓 所以对中国政府来说 完全有百分之百去修理马云的可能性跟机会 因为中国官方的金检局的局长就讲 他就说马云他做的事情完全就是违法开车 意思就是你本来之前你违法只是我们不抓你 现在你竟然跳出来骂我 我当然要抓你 就是那个味道在里面 所以马云这一段的时间的低调 就有人在猜测说 中国政府到底是会把他抓起来 还是马云要刻意显示低调 所以目前最新传出来的消息 是一个CNBC的记者叫做Fab Fab这个Fab跟马云有私交有联络 那他也会透过社群软体跟马云联络 Fab就说在他所知道的 这个马云目前应该是刻意保持低调不出来讲话 应该不是被抓走 但是另外一位美国的对冲基金的这个我们讲说对冲基金的经理人叫做凯尔巴斯 凯尔巴斯在因为他跟费勃两个认识 他就跟他说我不这么认为 凯尔巴斯说他认为马云在未来18个月内一定会被抓去做10年劳 那凯尔巴斯为什么讲这个话 因为凯尔巴斯呢 他是把中国历来跟中国官方对干过的人 他们的下场列出来 所以他说按照马云的状况去比照的结果呢 马云至少要做10年劳 然后凯尔巴斯还为了这件事情跟费勃两边呢 他们就说要不然我们对赌看看 你认为他不会被关 我认为他会被关 但是两个的赌注金额只有一块美金 那当然这一块美金是象征性的赌 他们其实比较重要的是 显然对于马云到底会被关起来去做清算 还是马云呢 中国官方给他一个机会选择低调起来 接下去你就把所有的你的阿里巴巴支付宝 蚂蚁金服通通交出来就好 这个就有待观察 但至少现在有这个消息是确定的 就是北京方面听说已经在要求 这个蚂蚁金服 马云旗下的蚂蚁金服 把他手上有的个人资料 还有许多的隐私资料给交出来 是好 所以现在看起来 中共有可能轻轻的放过马云吗 来听说 如果对照过去中国富商得罪当道的下场 所以马云这次有可能亲戚过关吗 有可能就要被放过吗 还是有可能是不好的下场呢 现在全世界都在找马云 但是我个人认为马云个人 这个人本来都还在中国大陆 他没有逃走 为什么 因为现在如果假设 如果他已经跑到欧美国家去的话 现在中国应该是 欧美国家会拿马云来跟中国来进行谈判 但是几乎似乎是整个目前全世界 还没有这个迹象出现 那当然这一两天 这个川普已经在美国停用所谓的支付宝这样的 用这样的行政命令 来下令这个有八种这种所谓的中国的支付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在美国不能用 但是看起来就是说什么 就是说美国并没有拿马云来当做一个筹码来跟中国谈判 显然马云这个人应该还是存活在中国大陆 马云出来讲话来怎么样 来反驳他自己过去所讲过的话 也就是说怎么去什么 承认自己所讲的 过去所讲的话是错的 那这种情况之下 就是涉及到内部的这个所谓的合作 这个所谓的谈判的筹码交换的一个问题 那我认为到最后一个结果 可能就是什么 交出来 让中央来管 阿里巴巴交出来 对 就是阿里巴巴交出来 或是说蚂蚁基辅交出来 那这个东西变成说 包含他你看他也入股这个南华早报等等 之类的 这些媒体界的 或是各个产业界的 就一个一个交出来 一个一个交代 那过来就告诉 这个由这个共产党来领导 然后有什么 由国家来统一 来这个了解民众的这样的需求之后 然后不以这个东西来作为一个独大独占 或者这样的一个所谓的 我们讲说什么 这样的一个市场 独占的市场 那这个概念出来之后 就发现到说 马云我认为他会被放出来 而他会被放出来呢 他可能到最后就身无分文地放出来 那到最后可能就是留下一个 这个小命一条这样子的概念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的概念 你看那个王建宁也好 王建宁到最后也是一样 我不当首富了 我整个集团产业叫出来 我让你中共来处理 然后包含前面很多富商都是这样子 你看腾讯集团 他现在在走这条路 他慢慢的越来越大 足以富可敌国的情况之下 共产党不会让你再继续走下去的 那他让你转变另外一种形式 那你这些所谓的首富好了 这些人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说 我只要小命一条 留下来就可以 留得青山寨 哪怕没才烧了 所以我认为是这样的概念 有办法 这个马云的才居仁安乐 有办法吗 还是说会如这个郭文贵所讲 可能下场不会很好 在中国的眼中是说 你马云 你也太肥了一点吧 你赚了那么多的钱 你现在支付宝 余额宝 那交易的金额 比我的前四大银行 都还要来得多 然后呢 有五亿多个人用支付宝 可是违约的风险 是跟你一百多家 有往来的银行承担 你就中间赚利润 然后你还来把我摇一摇 你还要这边说 居然当着王岐山的面说 中国哪有什么监管 这不是欺人太甚吗 更要命的是 马云 你变成中国的组织部长啊 你变成资讯皇帝啊 你手上有这么几亿人口的 各位 有消费习惯 有他的贷款记录 有他的还款记录 有他的各种的信用平等真信 官方做不到的 都在你马云手上 他的会员13亿 对 那过去呢 共产党一直要马云 交出来分享这些资料 他们说呢 这个是风险控管 马云就一直抗拒 一直抗拒 好了 这下子我要你交出来 你交不交呢 然后你的蚂蚁金服 马云马已经服了 已经服了 又怎么样呢 对不对 然后你的阿里巴 遇上我这个四十大道 你要怎么办呢 所以如果 他之前不是已经开出 几个监管条例出来吗 500亿的俗生罪 俗生罪 只是这样子吗 资料交出来 然后呢 你嘴巴可能以后 关紧一点吧 已经效尤吧 如果马云能够免掉 牢狱之灾 只是才去人安乐 因为马云自己曾经讲 他之前讲过说 如果再让我回到当初 我做个小生意 好 做个这个小小富翁就好了 可是他现在已经大到如此 但是我觉得 我也同意停回讲 就是说马云他一方面是因为 他后面有江派 有一些太子党红二代们 所以我只能自你马云 我也敲伤正弧 那些红二代 我把你的钱拿过来管一管 我也把红爱的钱拿来 我可以平民愤 可是因为后面有复杂的政商关系背景 我马云真的让你誓死的话 那对不起哦 这其他的红二代们 会不会反弹更激烈 我会不会根基更不稳固 所以斗争要斗到一个艺术的境地 我让你马云怕了 我让你红二代怕了 可是我保你一个平安身 所以不会置他于死地 不会置他于死地 那只要想一想 过去任志强因为敢言吗 结果他说习近平是 脱了衣服要当皇帝的小丑 八光要当皇帝的小丑 18年 然后呢 吴小辉 这个邓小平 过去的孙女婿 因为他后来离婚了 你说红二代又怎么样呢 18年 那马云呢 你应该有多少年 那我认为马云 可很可能 他应该是还在中国 因为一直谣传说 他已经偷渡了 但我想可能在中国 但是最后 很可能就是说 你把钱交出来 最重要的大数据的资料交出来 你安安静静的做个顺民 也许吧 你安静一点 到几年的这个牢狱 或短短的牢狱之灾 但是或许 不会到18年到那么强 那马云已经服了 可是其他的红二代们 你们的钱都会也已经服了 你们的嘴巴也已经服了 那对习近平来讲 一举速得何乐而不为呢 好 再来关键台海局势 那中国的环球时报 最近做了一个活动 就是票选2020 全球十大明星武器 那结果他们就选出了前三名 包括这个驰援五号 抗议的这个运二十的 这个运输机 那第二名是这个 反舰的这个弹道导弹 那再来就是 零七五的两栖攻击舰 先讲清皇 为什么中国的网友 会对这个运二十 这么感兴趣 为什么会入选 这个明星武器的第一名呢 他会对运二十感兴趣 首先我们先去看 做的单位 做的单位叫环球网 就是跟胡锡进的那个网站 那所以你大概就会发现 他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 基本上就是要凝聚一个 民族主义情绪的那种感觉 所以他叫大家来选一个 这个十大明星武器 他某方面还是要告诉你说 你看我们中国现在变强大了 所以我们可以开发那么多好武器 让大家选一下哪一个是你最喜欢的 其实这个味道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但为什么会是你刚刚说 第一名是运二十运输机 因为运二十的运输机 他多次参与在武汉肺炎疫情过程中的 物资运输与补给 所以就变成说你可以想见嘛 对于中国去年来讲 他们上半年的疫情因为很严重 所以武汉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武汉一度陷入所谓的封城封锁 连物资都买不到的情况 所以对他们来讲 这个运二十在当时负责了一部分的 这个运资补送的这个角色 所以这些补给输送的角色送过去 当然让中国的民众 他会有感觉 感觉到什么呢 不是感觉到这飞机多了不起 而是感觉到中国官媒的宣传 把它包装的好棒棒 一篇一篇都变成正能量的故事 因为在疫情过程当中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要求所有的新闻写出来 都必须要是正能量 不可能有负面的解读 所以运二十 载着人民的物资去救武汉的人们 这是多伟大的事情 这写出来怎么听 你都觉得好感动 没有掉个三四滴眼泪 你都觉得对不起自己嘛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票选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得到运二十的运输机 在这里面呢 他被选为是第一名 然后呢你去看第二名跟第三名的部分 反弹 反舰弹道导弹 这个东西是在宣泄哪一件事情的情绪 宣泄对美国的情绪嘛 跟美国打贸易战 打科技战打得这么 就是很憋屈 在疫情下经济又受到影响 那看到新闻的时候 这边也制裁 那边也制裁 当然有个飞弹能够飞到那边去 能够飞向南海 然后发射出去的导弹 这怎么样这个导弹 都好像大家出一口气的感觉在里面 feel很重要 所以他就被选为是第二名 所以第三名 你看那个075的两栖攻击舰 也是一样的意思 然后呢 第四名是谁呢 第四名就是这一次 我们讲说山东舰的航空母舰 航空母舰 那山东舰的航母呢 他为什么又是另外一个出一口气 也很简单 因为他就是一直穿越台湾海峡的代表 那他就带着中国人的情绪跟期望 他一直穿越台湾海峡 穿越的时候 他们就觉得有一种 因为台湾现在跟美国两边很要好 他就觉得 我这就是一种 到你们前面拳头挥一挥挥一挥 那种感觉 但是仲将就我们在看 这种情绪其实就是一种 你对于自己的民众在做的一种大内宣 你要他们支持你 你要他们不要去看到那些 在中国内部发生的 不管天寒地洞 或者是有其他不好的地方都不要看 专心的去看外面人家谁在欺负你 然后我们都做了反击了 所以他现在团球时报去做这样的票选活动 他其实只是要把这些中国民众记忆 重新把它换回来找起来 所以你会发现选出来的相关的 前十大明星武器里面 大致上都反映着中国民众的这一些情绪 而这样的操作 你其实他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就是官媒在后面 为了要顾到内宣跟维稳上的需要 是好 所以这些票选活动其实都一定会有背后的原因 那这个运20运输机老实讲也没什么了不起 就是个运输机 那中国人民怎么会挑他第一名呢 好那你说他可以搭载爱心 可以这个传播他们的正能量 但是对台湾来说这家运20是否有可能包藏货薪呢 来余湘金运 因为这个部分运20有人说 它是不是有可能飞到松山机场 它可以伪装成民航机 有可能进来台湾之后 甚至是木马屠城呢 其实运20这款运输机 它本来就有民航机一种 它是卖到全世界去 它是有在做外销的 它本来就有民航机 因为它可以载多少 6.6吨 6600公斤 我们的C13栋力士型运输机才能载多少 3300公斤 它可以载它一倍 两倍 等于说它一架抵它两架 所以它是一个庞然大物 它的驿展开47公尺 它的这个整个机场54公尺 那是一个庞然大物 你看一个跑道占一半了 它非常大的一架飞机 所以它可以载坦克 它里面可以载将近一个营的武装士兵 可以过来 所以说大家就开始幻想了 说这么一架庞然大物 如果里面载了一个营 又有坦克的士兵 全副武装 在这个宋山机场那边飞过来 因为我们有国际民航法规定 不可以去攻击民航机 所以这时候它就用民航机的方式降落 降落到了宋山机场之后 打开坦克车出来 然后所有的这个士兵就 炸弹开花 一下子就把整个台北市席卷了 听起来好像很吓人 那你当国军是塑胶啊 国军都在睡觉吗 宋山机场旁边的守备士兵在睡觉吗 我们卫序部队在睡觉吗 我们领口装备在睡觉吗 它飞到我们的领空 我们会都浑然不知吗 是啊就是你这架飞机 你要飞进我们防空识别区的时候 不管你是军机还是民航机 我们应该会做识别 会做呼叫嘛 对不对 你是哪个编号吗 不可能就随便就飞进来了 经过一识别之后 这不是航道里面核准的飞机 我们的战斗机就会上去 会跟肩 那就开始就会呼叫 联络联系 当你三问不答的时候 你进入国军领空 我们上次讲过嘛 击落就击落 这么庞然大陆应该很好打吧 我们的防空飞弹 打不中空军就白混了啦 那真的是这么大 在6.6吨的飞机 那个长度有54公尺 宽就47公尺 我们的所有的小牛飞弹 我们也好 我们的响尾蛇飞弹也好 空对空飞弹 那都是锁定热追踪的 我一个飞机弹打出去 那真够本 那个飞弹真的是够本 那个飞弹打出去 不是打一架飞机 所以很好打就对了 一个赢还有坦克 那个下来可以领 七天白日勋章的 对就是你这种飞机 你要飞到台湾来 就算我说好 就算我们的空军都很仁慈 没有把你在空中打下来 你降落到宋山机场 你想想看 诺大的跑道 一架飞机 降落之后 你的这个部队要怎么分散啊 你的机舱门一打开 一看哇是士兵 那所有我们的飞弹 所有我们的武器 那个一家伙就殲灭了 等于自投楼网 那等于是我讲 摁中捉鳖啊 那就算你500个人敢来 你敢来还真有勇气了 对不对 你还要写好 这个所谓投名状才敢来 那他们是有做这样的想定吗 有打这样的如意算盘吗 所以可以透过这样 伪装飞行机飞过来吗 什么叫做想定 就是想了之后不一定啊 你东西想好了嘛 对不对 我这样子想 一定可以这样做 那一不一定 不一定嘛 真正的想定 再完美 再漂亮 打过再说 那谁敢打 对在那个猫的脖子上 挂个铃铛 老鼠就安全了 谁去挂铃铛啊 对所以我说 常常解放就会做这种 所谓的天马行空 所以很天真啊 所以但是 他们的这些民众 听得很舒服啊 你看我们强大的解放军 谁只可以解放台湾 我再给你30秒的考虑机会 他就是要这种模式 但是我再次强调 国军不是塑胶做的 你来多少 我欠灭多少 甚至你根本没有着陆之前 你就消失了 OK好 余将军说的好 这想了都不一定能够成功 来 换哥 这个运20 它的运量可以这么大 坦克车都上去 坦克车可以上去 但是中国的主力战车 现在是99 99不一定上去 因为99比较宽 运20的机舱的 货舱的宽度不够 他应该是进不去 而且你把99再来也没用 因为当时中国设计 它的主力战车99A的时候 它的主要 假想敌是俄罗斯 因为那个99A 因为它很大 所以它适合在那种 比较宽广的平原大作战 像我们看二战 在欧洲平原那种 坦克大决战那种画面 99A开到台湾来 根本就英雄五用五支 因为台湾即使是最宽广的 嘉南平原好了 嘉南平原都有很多水稻田 你99A那么大一台 几十吨一下去你就上不来了 就陷进去了 对所以99 中国即使要打台湾 要动用到坦克部队 他也不会用99A 他会用比较轻型的 问题是这些真的都是想定 为什么呢 你前提是你运输机 你要飞到台湾上空 你要先有空忧 你要先把台湾的 所有的防空飞弹基地 全部歼灭掉 你要把我们的空军的 将近200架的战斗机 全部歼灭掉 你占运输机才飞得过来 更别讲 对付你运25 阿帕奇上去 就可以把你干掉了 阿帕奇也有空对空飞弹 所以你的运输机 要能够飞到台湾上空 那是假设 台湾所有的防空武力 已经全部被摧毁掉了 就已经我们完全 大概地上只剩 武林机枪可以打了 大概这种程度 你都打到这种程度了 台湾也差不多了 问题是 不太可能到这种地步嘛 其实我觉得中国最近 发动的很多这样的攻势 都很好笑 之前那个什么 07527突击舰 他们票选第三 抢镜头的 两栖攻击舰 中国现在只有一艘075 一艘075只能载两辆坦克车 请问你要多少艘 才能载部队过来 然后你当我们的海军 都吃素吗 你到你过台海中线 要进我们领海的时候 你当我们海军都在睡觉吗 你当我们的海军都在睡觉吗 你当我们的 这个暗制型的反舰飞弹 跟海上的反舰飞弹 都在睡觉吗 所以我觉得 不要去搞这种大 就是你骗骗小粉红 看到这个解放军 就高潮的这种可以 真的稍微有军事尝试 人都知道 不管你是075的 两栖攻击舰 还是运20 那个都是很末端的 真的解放军要打台湾 他的先决条件 是要毁掉台湾的防空能力 所以为什么我们这几年 我们一直在加强 我们的防空能力 原因就在这里 你只要空防无法突破 解放军别想越雷石一步 OK好 所以说这个中国说 他们的想定用运20来这个 所谓的来进到台北进行 这个斩首行动 是不是闹大笑话呢 要继续紧要提回胸 那这个运20好像也有说 要部署到南沙群岛 要检测它的战力 那既然它是个庞然大物 它可以飞到这个南沙群岛 南海那种小岛礁上去吗 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这个这张照片是12月25号的照片 那事实上是在美国的这个卫星公司 在12月29号这个抓到的 这样的一个这样的公布在网路上的 那飞到永蜀岛这个地方 就是永蜀礁 现在他们就称为叫永蜀岛 但是我还是把它称为叫永蜀礁 事实上大概有距离海南岛 大概是1200公里左右 但是问题是说 这个永蜀礁以前 事实上在四年前的时候 是有一艘是有一架所谓的运巴 运巴的这个飞过 但是运巴那时候飞过只是 当时有这个去提供一些医疗物资 过到这个地方来 但是这几年来的确是第一次 有运20到这个永蜀岛 但是重点是说刚好那个时间点 又是中共在海南岛附近 这个27号12月27号 开始进行演习的时候的一个时间点 所以有人就认为说 因为过去了以后 他也没发现到说 他有这个起降什么样的下载 卸下什么样的一个装备或是武器 也没有看到所谓的战车卸下来 所以换句话讲说飞过去又飞回去 感觉好像就是说 只是他们的一个操演的一部分 换句话讲说 他要有所谓的投射能力 就是说运载能力 不是说投射能力 是一个运载能力 从海南岛到永蜀岛这个地方去 那这个是就是说一个所谓的象征上的意义 而没有所谓的实际上作战的一个实力 那运20来讲的话 事实上也不是所谓的全球最大的运输机 最大的还是美军的 美军的这个西腰拐 西腰拐这个运输机 那个西腰拐运输机还比它大太多 而且是特别叫全球霸王 这个概念 那这个运20来讲的话 的确是中国自己制造的 他们有一点是制造出来 感觉说我非常体积庞大 然后让中国网民看得非常的高兴 这种概念 那至于说飞到永蜀礁 有人说它是不是鉴子东沙 不好意思 这个东沙距离这个永蜀岛 又是一千多公里 所以换句话讲说 而且它也没有什么攻击能力 所以这个基本上都是乱凑 也就是说所谓的 它的想定或者是它的这个谣言 四处满天飞 所以换句话讲 我觉得台湾民众可能要心要暗一点 就是说 这个绝对不是最东沙来的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 运20它本身来讲 应该是装载 具有攻击性的武器 才具有所谓的攻击能力 那问题是 刚这个联焕哥有提到 当然我们国军不是吃素的 你只要进到我们的背上去报处